酒吧包间里 江以菲正一人独坐 思念 你来了 一菲 你很爱浅秋吧 不 我和浅秋 那只是意外 思念 我和浅秋 你爱了她很多年吧 我在祖宅翻过老照片 十几岁的时候 你看她的眼神就充满爱 我 对 我是爱她 爱了她很多年 你如果真的爱她 就不会在事情败露后缩在背后 让她一个女人来承受所有的压力 我没看到你为她做过什么 十几岁的时候 你没有狂热地追求过她 她嫁人了 你却因为一次酒后冲动就盲目地占有了她 你甚至连安全措施都没有做 是 我是懦夫 我无能 我连自己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傅思念 你站着说话 当然不要她 当初 如果不是你跟她羁绊下乱搞 浅秋会去买醉吗 会找我诉苦吗 你才是始作俑者 你才是罪魁祸首 她爱的只为你一个 我知道 看着她把心弯出来送给你 看着她欢天喜地地嫁给你 我什么都不敢说 我什么都不能说 她颓然地跌回沙发 用双手紧紧地抱住她 我想过 要跟你谈拜 我愿意娶她 可是她拦着不让 她说想 白头大佬的人是你 我有什么办法 提及往事 不思念顿时雨色 我今天找你 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那个 是我引药的千秋 她没有错 思念 请你给她一个机会 如果你不想再看到浩浩 我很乐意 接她回江家 只求你 善待千秋 是否善待千秋 是我和她之间的事 你不用操心 至于浩浩 我希望你能多和她相处 等浅秋的伤彻底权益之后 我会和她分居 这段时间 我希望你能经常地看看浩浩 和她培养感情 等我和浅秋 离婚的时候 我希望浩浩 能顺利接受你才是她爸爸这件事 你铁了心要离婚 啊 这班下有什么好 你车祸了 失忆了 天哪 雷劈都放不下她 对 我放不下她 我铁了心要离婚 这样纠缠下去 对我 对浅秋 对浩浩 都不公平 铁飞 多陪陪浩浩 她是你的亲骨肉 说完 她朝门边走去 浩浩是个好孩子 铁飞 拜托了 错了 一切都错了 从一开始就错了 其实傅思年说得很对 她从来没为顾浅秋做过什么 那些廉价的案例和安危 她要用余生来赎罪 喂 一飞 你今天跟思年说什么了 她的脸色很冷淡 我跟她道歉了 她让我多接近好好 多和她相处 她还是要我离婚是吗 对 她的态度很坚决 浅秋 离婚吧 嫁给我 我会对你好的 你 我 还有浩浩 我们一家三口 可以 过得很幸福 以非我们能不能说点有意义的话题啊 现在你该做的 是劝思年不要和我离婚 而不是记后后的来向我求婚 你不愿嫁给我 对吗 对 好 我明白了 浅秋 以后我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你也不用再接吻 不用苦恼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要跟我绝交吗 在跟我闹脾气啊 一向白衣白顺的被她将一飞 竟然敢跟我闹脾气啊 只是 热情耗尽了 不愿远色的生活 没太多颜色 我不爱你了 姜云菲 你个混蛋 你竟然敢说不爱我 你竟然敢抛弃我 以后 如果没什么事 最灿烂的热情耳朵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天秋 保重 姜云菲 你 她从来没有想到 被将一杯抛弃的滋味 竟也这么难受 周六的天气格外晴朗 幼儿园特意租了 附近一所大学的运动场 作为这次亲子运动会的场地 她见到的傅思年 正装的时候比较多 这是第一次看到她穿运动服 看着羁绊下满头大汗的走过来 傅思年笑得颇为凑暇 好像很累 不累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累了 我轻松的很 我还可以再参加一次呢 体力不行又爱逞强 目无尊长 还恩将仇报 是又如何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是仗着自己跑了个第一吗 还敢讽刺我 我能请你吃顿饭 让你长点肉 下次比赛 不要输这么惨 傅思年带他们去的餐厅 是一家著名的亲子主题餐厅 您真是有福气啊 儿女双拳 一对金童玉女呢 如果这真是我和其半下的一对儿女 该多好啊 姨妈 我能跟浩浩哥哥去玩吗 那只准玩积木和弹球签 不准爬上爬下哦 嗯 知道了 盯着我干嘛 你又没看我 怎么知道我在盯着你啊 幼稚 小学生的理由 他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好意思吗 不想 干嘛 不干嘛 就是想教教你 孩子们还在熟水 一时半会儿 根本没有醒来的迹象 这么紧张干嘛 他们没那么容易被吵醒了 你想干嘛 祭拜下起身 坐到桌子对面的沙发上 刻意和福斯年保持距离 过来 坐这里 不去 以后你又要动手动脚了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啊 保证不动你一根指头的 什么事啊 幻想 你委屈吗 啊 不 我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能重新得到你 已经是上天对我最大的眷顾了 我感谢都来不及 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幻想 等我 我绝不负你 好 她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下周我会提出分居 你凡事要小心 我怕她和情绪失控 对你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嗯 我会小心的 你放心吧 前秋 我们走到这一步 我已经不需要故意来刺激你了 或者刻意的不来刺激你 我不爱你 你也不爱我 甚至浩浩也不是我们的孩子 这场婚姻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我不爱你 傅思念 你说我不爱你 我为你付出二十年的青春 你说我不爱你 你车祸坛的传着像活死人一样 我不离不弃地照顾你 你说我不爱你 秦秋 我知道那些日子的照顾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可是我也给不了你其他的东西 韩武纪变卖掉之后 所有的资产我都留给你 还有我们现在的几套房子 和几部车子 我都给你 谢谢你当初的不离不弃 都给我 傅思念 为了和我离婚 你还真是舍得歌之花 祭拜下的床球那么有吸引力 你这么碰不及待要爬上去 秦秋 这么粗俗不堪的话 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 更粗俗不堪的事你都做过了 还好意思指责我 四年前的事情我就不说了 就说现在 你敢说你没跟记败下上过床 你敢说你急着急婚 不是为了和他双宿双飞 究竟是谁想和那出轨 还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等你冷静一点我们再谈了 不用等 你不就是想离婚想分居吗 好 我同意 分居 马上就分居 你现在就给我办出去住 那浩浩了 你准备怎么安抚 浩浩是我儿子 怎么安抚他 不用你操心 你给我滚 马上就滚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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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 你不要好好了吗 乖儿子 爸爸 要去外地出差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呢 在家里乖乖的陪妈妈 等爸爸回来了 给你买奥特曼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爸爸骗人 爸爸要和妈咪离婚了 爸爸不要好好了 都是死人吗 不知道帮帮忙 不要 爸爸 我要爸爸 这桩失败的婚姻里 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但最大的受害者 永远是孩子 小公寓许久没有人住 清冷的像是一座坟墓 傅斯宁躺在沙发上 看着天光油浅变身 直至夜晚彻底降临 不知过了多久 有消息进来了 好好的帽子忘在我包里了 你明天什么时候方便 我帽子给你送过去 我现在过来拿吧 好吧 半个小时后 敲门声响了 思念 发生什么事了 我和浅秋 正是分居了 傅斯宁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羁绊下走到餐厅 给傅斯宁端了一杯温热的花茶 轻轻地放在他手边 饿了 我去做个炒饭 马上就好 这里的一切 多温馨宁静 透出一股岁月静好的气息 放什么呆啊 快吃啊 一会儿凉了 谢谢 这才是家的感觉吧 尝尝好不好吃 很美味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 外表看上去 越是平常无奇 这平凡的火腿里面 有盐的味道 山峰的味道 松林的味道 阳光的味道 还有时间的味道 还有爱情的味道 恭喜不早 甜言蜜语的功力 又有展进了 进步离不开 季老师的鼓励和鞭挫 一切荣誉 归于季老师 季老师已经被你吹捧得飘飘燃了 快吃吧 盘子挺干净 那才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傅思念果然吃得干干净净 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干嘛 奖励 奖励什么 话音未落 她的唇 也已经咽上了她的唇 气败下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了 人家的电话 思念 林家的电话我去接一下 不是姐 林家怀孕了 还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我怕是出了什么事 姐 睡了没 没睡 什么事啊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你别急 是王阿姨出事了 刚才华安医院给我打电话 说王阿姨有图昏迷 被送到医院了 医院要找人签字 护士在她的手机上 找到了我的电话 好 我替你过去看看 你在家好好待着 你要去哪 林翘没事吧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邻居阿姨 她突然犯病了 医院找人签字住院 我过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 好